这个资讯举例来说 以这张图这张图来去看的话 以地区和地区的漏斗图来去做说明 我们就只会说在各地区比较中 亚洲亚洲是我们主要的进口地区 然后他所占的比例是67% 对不对 通常我们会这样子会把那个比例也带出来 为什么近七成都是亚洲 先给别人有这样一个大的一个面积概念就好了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好那你有没有看到这边16 机械级电机 其实我觉得老师应该说是指导教授 他不应该是要去左右学生的一个干净的思考 就是你应该给他说你应该要去查台湾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需要进口机械级电机设备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是一直而且都超过50%以上 好再来我觉得那个指导教授 他有的工作其实应该是这样子 比如说以国家别来去看 他这边的一个变化 他好像是慢慢逐渐的减少 可是以地区来去看的话 他就会一个独大 然后接下来其他都很小 那是因为一个可能亚洲地区有多少个国家 然后多少的人口 听得懂我的意思 可是你要你只能引导学生说 你要不要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视觉化呈现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我觉得在座 我曾经我看过最多标准的台湾的教授的做法 就是他都把答案都告诉学生 然后学生还在那边不做简报 对吧 我真的不骗你 反正就是研究是需要好好的去思考 我大概已经把这张图画完了 好